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开盘就直接往下杀 开低 然后缓步的走高上来 走高到压力附近之后横盘 今天而且今天必须要关注到一个指标 就是今天的量能 今天的量能目前预估只有542亿耶 就是超低量 那今天大家怎么做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 他明明看对了行情 因为昨天美股还涨了五十几点嘛 那今天开盘如果说下杀之后呢 你建厂去做多单的话 你会赚到钱喔 可是很多人就不敢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早盘 亚洲股市都是开低 都是开高走低 以至于说你虽然看对行情 你也是不敢做 所以呢 你又符合了这个条件 你虽然看对了行情 但是却不敢建厂 甚至有些人是早盘就摸不清楚方向 只会看美股去操作的人 今天肯定是摸不清楚方向 到底是做多还是做空 以至于观望了一整天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呢 你如果能够了解到说 这整体大盘的结构的话 你会发现到 我们看一下这个K线图 这个K线图呢 是从1月3号7855 创了波段新高 创了波段新高7855之后呢 就来回震荡了 那1月3号的时候 梁梅呢 也在节目上 有跟大家公开讲 讲说 今天指数跳空上涨 而上档压力是在7847 那么当天的最高点呢 是7855 之后呢 就没有再突破过 有一次 是在1月11号的时候 礼拜五 他曾经有想要挑战一次 可是他最高只到7845 所以很显然的 梁梅预告的这个7847这个压力 是很关键的点位 7847这个点位 他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整体的行情可能就是走一个区间震荡 没有办法走入一个完整的多头行情 你要想什么红包行情就不用再想了 而今天呢 梁梅在7847点 在7855点之前 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压力是在7847点 所以从中长线来看的话 还要注意到说这一条线 他能不能够完整的突破 那如果从结构上而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梁梅有画出来 7855这最高点嘛 一直到1月11号 导播我们镜头可以拉近一点 一直到1月11号 这两根K棒的高点对高点 我们延伸下来这是B线 这是目前的压力所在喔 那A线是在这边 所以我这边结构分析是写说 如果说A线没有被跌破 则本周的行情必会反弹 本周的行情必会反弹 如果说A线 他有效支撑在这边的话 那么本周的行情 势必就是会走A线到B线的区间 震荡整理格局 这是从结构分析的角度 来解释给大家听 而今天的盘呢 大家看一下 目前呢 是7726小跌6点 那开盘是开在7713 那今天的最高点呢 是7739 最低点是7674 那你今天是怎么做 你有抓到今天的最高最低点吗 我来让你看一样东西 你绝对会吓一跳 什么东西咧 这是早盘喔 梁梅在开盘没多久的时候 就已经发了的讯息 这个讯息是解盘 说目前指数的下档支撑是在 7674 7674喔 那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的最低点 正好就是7674 还没喔 而上档压力呢 是在7732 那你看一下今天最高点是在哪里 7739 还往上穿了7点耶 你会觉得太厉害了 那么 在尚未突破跌破之前 今天的盘呢 就先看一个区间震荡 你有这样的 你有这样的讯息吗 梁梅每天在一开盘没多久的时候 就会计算出今天的压力 或者是今天的支撑 那今天呢明显的就是有压力跟支撑 两者都有 所以呢 梁梅就发了 今天下档支撑 7674 正好是今天最低点 而上档压力呢 是在7732 还往上穿了7点 而且呢 连今天的盘式看一个区间震荡 完全都给你预告的非常的精准 那你有这样的讯息吗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表示说你没有用到一套好的方法 很多人在操作的时候 往往就是不敢做 可是你想想看 你如果每天一大早 你都有这样的讯息 你敢不敢操作 你知不知道在盘呢 开低下来的时候 在低点支撑附近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要做多 你如果知道支撑在哪里 在那附近 你是不是你都知道 开始可以步多单 就不用害怕啊 不然很明显的 这种盘下沙下来 反弹上去 又下沙 低点呢 又比前波低点还要低 很多人都会去做空喔 很多人都会去看空这个行情 以至于呢 空在最低点 直接行情又反弹上来 搞不清楚方向嘛 那你如果常常 一天搞不清楚方向就算了 如果常常搞不清楚方向 那整个整 那你的操作 你的财富 就会一点一滴的 一点一滴的被消失掉 所以呢 我就说你在股市里操作 最害怕的就是摸不清楚方向了 摸不清楚方向的话 你才会去空在最低点 反弹上来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 会停损的还好 不会停损的就一直凹一直凹 那另外呢 看对行情的 看对行情的 因为雅谷 雅谷都开高走低 所以不敢做 低点的地方 你不敢去操作 那整体而言 你光旺 你钱也没赚到 可是你过年不是也要用钱吗 所以我们操作 不管是指数 不管是股票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套好的方法 你如果有一套好的方法 你知道今天的支撑 是在七六七四 你也知道今天的压力 是在七七三二 那我请问你 你会觉得盘难做吗 那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吗 所以我说每天的行情 没有什么好做不好做盘 每天都是这样子在走 只是你插在你会做 跟你不会做而已 你如果会做的话 像你有这样的讯息 你知道支撑在哪里 你知道压力在哪里 那你不会做吗 那你还会需要 要在这边上冲下洗 然后受心理的折磨 空在最低点上来之后 心理折磨 不知道该出还是该 该停损好还是该续爆 又怕停损了之后 停损在最高点 每一天每一天你操作 就是这样子在受心理折磨 就是这样子在受心理折磨 你如果有好的方法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怎么做 那另外呢 我要谈到保利赚了 保利赚指标呢 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 7715 今天开盘的时候 7715的地方 导不容金头拉近一点 放他今天就可以了 在7715今天在这边 7715这边 就已经翻了做空的讯号 做空讯号下来之后 指数果然马上就急杀下来 不过指数虽然马上就往上急拉 不过在震荡的行情之中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卖讯 后来呢 果然行情又再度的急拉上去 缓步的上拉 拉到你都不知所措 但是你如果有保利赚指标的话 他在7735的时候翻空 你看7684到7735 你要是今天有做到了这一趟的话 你觉得咧 你觉得呢 结果呢7735 翻空之后 行情果然又陷入了震荡 表示说后面的行情可能会往下杀 但是不过我们操作 我们不贪心 一点以后 有讯息的话 我们就是把前面的 单子把它补掉 我们后面不做都没关系 你每天其实你每天的获利不用贪心 其实如果有三三十点五十点 每天你只要三十点五十点 一个礼拜下来有多少点 一个月下来又有多少点 那你每天这样子操作 每天这样稳稳定定一步一脚印的操作 不贪心 我们不贪心 我们就是这样操作 像上个礼拜的盘 我拿了几天的盘 我们来大略讲一下给大家听 这是上礼拜四的盘 上礼拜四明显的趋势盘 对不对 导播我们镜头放到礼拜四就可以了 对 明显的是一个趋势盘嘛 对不对 那这些七七四八的时候就已经翻了多 那往上到七七六一翻空 那点数是 其实这一个的点数是比较少 那七七五五这边有翻多 七七五三翻空 这个 这个讯号就赔到钱 这个讯号就错误 但是错误 这个指标珍贵在哪里 错误的时候 他马上给你翻了做空的讯号 不会让你凹单 纵使错的话你也不会去凹单 那指数呢 果然就下一笔马上就又赚回来了 光是这一笔 你觉得够不够了呢 你觉得够不够了呢 你如果在尾盘之前就随便平仓随便赚 是不是 那礼拜三那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 保利专当冲顺向指标也是一样 有翻空就是做空就下来 有翻多做多就是上去 再来七七四三翻空下来 七七二九翻多又上去 七七三七翻空下来 趋势盘他是这样子走 那区间盘他是不是也把每个转折都抓到 都抓得很精准 但是尾盘虽然 虽然也是对的讯号 不过我认为 你前面你只要你每天你只要固定你设定 你设定你只要获利50点就好 要获利50点不困难吧 只要有一个行情存在 上礼拜五你比较例外 比较窄的盘 如果说比较正常的行情里面 像今天这种比较正常的行情里面 要获利50点不困难啊 那你每天如果说能够固定就是 获利有满50点以上我们就出场 这个获利有有满50点我们也出场 那每一天50点就好 这一天也是啊 获利50点其实并不困难嘛 一波你只要有掌握到高点 有掌握到低点 这样子每天去操 每天去操作我们不要贪心 不要每天指望说我要上赚百点怎样 那不可能那不太可能啊 就算是我我也不认为说我每天都能够赚上百点 但是如果说操作的话 操作每天赚个四五十点 应该是不困难的事情啊 那你如果你有用对指标 他每天告诉你转折 你都敢去做 你每一笔都敢去做的话 我相信你的梦想绝对可以达成 所以呢 保利赚他能做的是 让你用眼睛就能看得出指数转折的方向 另外呢 让你可以克服心理障碍让你敢进场 如果一个指标胜率够多的话 胜率够高的话 你一定敢进场 对不对 像今天 也是一样啊 高点 7175的时候放空 至少告诉你方向 是他会先往下 而且你看看这个阻力均能量 早盘 早盘为什么会杀下来 因为阻力在做空 而在起掌之前呢 阻力开始已经有反转的迹象 他在做多 我们这阻力啊 我们这阻力啊 很特别哦 不只是三大法人 还包含大股东在内 那他正在做多 所以你知道说 这个行情肯定就是涨嘛 那目前呢 他行情呢 主力均能量是在 是黄色的 是黄色的 表示说现在 多空力到僵持中 主力有大概 休息的现象 所以呢 现在的磐势 比较可能会偏入一个 去 挟幅的 就是横向整理的磐势 这是大家值得注意的地方 所以操作的话 你只要操作 保力均能当充顺向 点位都告诉你在哪里 你再搭配一下主力均能量 你都可以知道方向 所以你就不可能说 是做多也去被扒 做空也去被扒 这样就很难去操作啊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 大家等一下进广告时间 可以好好的想想看 究竟未来长长久久 你该怎么做 你必须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你持续的获利 我们进广告带回来 一家值得您脱步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566 566 566洗法乳 添加女王风乳 让秀法像女王般 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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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值得您脱步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一家值得您脱步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小布丁小 小布丁草本曲纹贴片 纯天然植物精油 加高分子奈米技术 小布丁小黑纹防纹系列全新上市 一家值得您脱步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02-2351-3999 2351-3999 工作压力大吗? 变通了 晚上吃予利 早上不便利 照顾好自己 中美变通了 用后国家生计医疗品质奖 天龙在在家 艾滋味五星级甜点 穿呵呵 小小姐姐来 嗯 在家好享受 艾滋味真糕糕 真的是五星级的甜点 讚喔 在外 艾滋味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牌 欢迎回到现场小子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刚刚有没有利用广告时间 好好仔细想想看呢 想想看说 你未来长长久久 你究竟要怎么操作 在新的一年当中 你究竟每天 你要怎么操作 你是要继续 每天摸不清楚方向 道听途说 还是 要虽然看对行情像今天 虽然你也看对了 我知道 但是你不敢进场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讯息 还是说你每天 就只要有这样的讯息 每天都敢进场 每天都敢进场 下档支撑 每天都告诉你 支撑在哪里 像今天 下档支撑就是 七六七四 而上档的压力呢 是在七七三二 那目前呢 最高点 目前的最高点 是在七七三九 而最低点 是在七六七四 完全呢 都在两枚的预测范围之内 都没有改变 那而目前 目前呢 目前呢 的行情 还是一样 主力均能量 是偏在平盘附近 所以呢 今天 后面的盘式 可能没有什么表现 可能没有什么表现 其实操作 你只要操作一个指标 操作一个指标就够了嘛 你没有必要说 去看看 看了很多指标 因为你看到 你又看KD 又看RSI 又看市面上 种种的一堆 有的没有的指标 你往往 你会 乱了你的头绪 你反而会看不清楚方向 所以操作呢 我认为你操作 你就操作 一个指标就好 就像我们操作 每天也是这样子啊 每天也都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菜 在操作 有没有 这是上礼拜的盘式 不管是整个趋势盘也好 不管是区间整理盘也好 不管是趋势盘也好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带会员在操作 但是呢 指标绝对也不可能说 百分之百正确 像这一笔 导播我们镜头拉大 对 像这笔 7755 这笔 上礼拜四的 也是有错的讯息啊 那有错的时候呢 指标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不会让你凹单 一错的时候发现 诶 他整个 整个像主力军能量 他整个都已经翻空了 所以呢 他赶快出一个空讯 不会让你去套牢 所以你操作 你如果说是按照指标去操作的话 你绝对不会像人为 人为去想像的 的那种情况 就是去凹单 现在已经是科技的时代了 大家操作呢 必须要利用科技的方法 而不是 而不是又去道听途说 然后去看一堆有的没有的资讯 这样子你很辛苦 也不见得可以赚得到钱 那另外呢 刚刚已经为大家解释过大盘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说 整个大盘的结构分析 大家如果刚刚没有注意听的话 现在呢 上档的 现在整个大盘而言加全指数 下档支撑是在这个A点的这边 那么上档的压力呢 是在1月3号到1月11号的这个高点的连线 B线这边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A线没有被跌破的话 则本周的行情必会反弹 造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这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那另外呢 有些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持续为大家介绍的股票 像这一档股票有没有 长红 它是翻多之后 11月上旬翻多之后呢 导播我们镜头拉近 对 71.7翻多之后 是大涨了一大波耶 最高有来到94.4 然后呢 1月17号 1月17号 还在涨 1月18号 然后这是今天 今天呢 他有做一点拉回修正 不过呢 没有关系 今天有做一点拉回修正 不过没有关系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卖讯还没有出 那卖讯还没有出 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报老就对了 这是长红的这支股票 涨了一大波一大波 就是你现在 现在会害怕 你想要出的话 在哪里出都是赚啊 是不是 股票的话 也是一样 看保利赚股票的指标 你就可以知道说 诶 要怎么操作 就不会 不会在那边到 到处听名牌 看你阿姨跟你讲什么 你的亲戚朋友跟你讲什么 你就去买 买了之后勒 有赚钱吗 你知道哪里可以买 但是你知道哪里要出吗 但是我们保利赚的指标呢 每一档它都是一样 你买 我说过 你买股票 你如果用指标去进出的话 你永远不会去套牢 不会去套牢 一堆股票 一二十档 都不知道从哪里报到现在 几年前的股票都报了那么多年 原因是该出的时候 他理由是该出的时候他会带你出 他绝对不会看错方向 还让你去一直报 带进绝对带出 那像这一档股票啊 之前也是一样啊 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有翻空 结果呢 反弹上去 又跌了一大波下来 在十二月初的时候翻多 翻多 我告诉你买讯早就浮现了 虽然上涨到现在这样子 买讯早就浮现 那十七号咧 我跟你说 哪里赚 哪里卖都还是赚啊 哪里卖都还是赚 1月18号告诉你 卖讯没有出的时候 你就是先报 那今天呢 在平盘附近 在平盘附近 所以卖讯不出 还是一样要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各位介绍太多股票 不过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指 不管是指数也好 方向要怎么抓 转折点 要怎么去进出场 那股票的部分呢 你也知道 保利赚的工具 是可以帮协助你 从哪边去进 进场 哪边去出场 我说过 只要是用指标 去操作的话 绝对是带进又带出 可以克服你人为的 你人为的心理障碍 让你敢做 敢进场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的贵人 抓住机会 不要整天站在浩子门口 等机会来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资付投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值得您拖骨一生的投骨 顾得投骨 顾得投骨 顾得投骨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骨 顾得投骨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您好 我是张雅琴 睡觉时脑能量会消耗三分之二 脑药年轻有能量 早上一定要喝全农燕麦 营养学称燕麦是大脑的粮食 艾之味纯农燕麦 有丰富的燕麦多糖体 补充能量 早晨的能量 艾之味纯农燕麦 艾之味纯农燕麦 一家值得您拖骨一生的投骨 顾得投骨 顾得投骨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骨 顾得投骨 入会咨询专线 02-2351-3999 2351-3999 秋冬小心肝 蓬蓬珍珠奶浴 给肌肤和奶奶 舒缓干燥肌肤 喜后滑润舒服 我的秋冬没干扰 蓬蓬珍珠奶浴 一家值得您拖骨一生的投骨 顾得投骨 顾得投骨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